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世界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三个引人注目的新闻故事 首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已进入第803天 最新报道显示俄罗斯宣称控制了乌克兰的额外两个定居点 而乌克兰东北部约40万户家庭因无人机攻击而断电 接着,俄罗斯总统普京宣誓就职 开始他的第五个总统任期 尽管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 仍有外国政府官员和外交官参加了就职典礼 最后,一名派驻南韩的美军上是擅自前往海参委会见女友 其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最终被俄罗斯当局逮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世界的舞台上,国际政治与地缘战略的纠葛继续上演 其中,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持续升级,引发全球关注 根据半岛电视台中文网的报道 截至2024年5月7日,这场战争已经进入了第803天 俄罗斯声称已经控制了乌克兰的两个关键定居点 顿涅茨克地区的索洛维奥维和哈尔科夫地区的科特利亚里夫卡 同时,乌克兰东北部苏梅地区遭遇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导致约40万户家庭断电 而在俄罗斯境内,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死亡,35人受伤的惨剧 在此背景下,乌克兰举重联合会宣布 年仅30岁的奥运选手奥列克桑德·皮列申科在前线牺牲,悲剧频发 政治与外交方面,俄罗斯宣布将举行战术核武器演习 同时警告英国,如果乌克兰使用英国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 俄罗斯将进行反击 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欧洲之行中表示支持在奥运会期间休战的提议 并强调中国在推动乌克兰和谈方面的积极作用 德国则因网络攻击事件召回其驻俄罗斯大使 在另一边,俄罗斯总统普京宣誓展开第五个总统任期 尽管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表明不派员出席就职仪式 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态度 香港电台的报道中提到 这一事件凸显了俄乌冲突导致的国际紧张局势 而在俄罗斯的海参崴 一名派驻南韩的美军上市因殴打女友并偷窃遭到逮捕 星岛日报的报道指出 这名美军上市擅自前往海参崴会见俄裔女友 其行为引发了一系列后果 美国官员确认了这一事件 并表示正在为该士兵提供领事协助 此事件不仅反映了个人行为的后果 也暗示了在俄美紧张关系背景下 任何与俄罗斯相关的事件 都具有特殊的国际敏感性 这些报道揭示了当前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复杂局势 从俄乌战争的持续 升级到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态度 再到个人行为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 每一事件都是国际政治这幅复杂话卷中的一笔 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 在国际新闻的舞台上 以色列对半岛电视台的禁令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上周 以色列内阁一致投票决定关闭半岛电视台在以色列的运营 这一决定立即引发了一系列行动 包括关闭其办公室并禁止该媒体的播放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通信部长石洛默卡西 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这一决定 随后以色列当局突袭了半岛电视台 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办公室 没收了该媒体的设备 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是以色列役会于4月1日通过的一项法律 该法律允许以色列在认为外国媒体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情况下 暂时关闭这些媒体机构 半岛电视台对此发表声明 谴责以色列的关闭行动 并称之为犯罪行为 警告以色列对新闻自由的压制 违反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 这一禁令意味着半岛电视台记者无法再从以色列进行报道 进一步削弱了对加沙战争及其他地区报道的多样性和深度 此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包括国际记者联合会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科比 以及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等 他们均对以色列的行为表示谴责 并强调新闻自由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 在另一领域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对波音公司的787梦幻客机展开了新的调查 调查的焦点是波音是否对这款飞机进行了适当的检查 以及公司员工是否伪造了检查记录 这一事件凸显了航空安全领域 对于透明度和诚信的迫切需求 波音公司已承诺重新检查 所有在生产流程中的787梦幻型客机 并制定了检查在服役中的相关客机的计划 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公众对航空制造业标准和监管的关注 在医疗领域 mRNA疫苗技术 这一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技术 现在有望被用来治疗脑癌 佛罗里达大学的一项新研究 展示了mRNA疫苗对抗最恶性的胶质母细胞瘤的潜力 这种疫苗技术通过激活免疫系统 有望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选择 尽管这项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 但它已经展示了mRNA技术在癌症治疗领域的潜力 为未来的癌症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 这些新闻事件从政治、航空安全到医疗领域 展示了我们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它们不仅影响着国际关系、公共安全和健康 也触动了我们对自由、诚信和创新的共同价值观 随着这些故事的发展 全球社会将继续密切关注它们所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在全球政治舞台上 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尤其是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 根据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报道 莫斯科在一份声明中威胁说 如果基辅军队使用英国提供的远程导弹袭击俄罗斯 俄罗斯将对乌克兰境内和其他地方的英国军事目标进行打击 这一声明是在英国外交大臣戴维卡梅伦访问基辅后不久发出的 卡梅伦当时表示 乌克兰军队将能够使用英国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以自卫 俄罗斯外交部随后召见了英国大使发出了警告 与此同时乌克兰正面临着俄罗斯对其能源设施的持续袭击导致数十万人断电 乌克兰能源部长赫尔曼哈鲁先科呼吁盟国加强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制裁 以剥夺其成为世界市场和能源市场参与者的任何机会 乌克兰军方表示 尽管面临弹药耗尽的困境 但正在等待美国关键武器供应的到来 以抵御俄罗斯的攻势 在另一方面 美国校园内的政治动荡也引人关注 星岛日报报道称 由于挺巴勒斯坦的反战示威浪潮持续 哥伦比亚大学宣布取消原定举行的毕业典礼 理由是校方面临无法克服的安全问题 这一决定引发了学生的愤怒和失望 有学生在网上发起签名请愿 希望推翻校方的决定 与此同时 加州大学百科莱分校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但校方表示将确保毕业典礼能够顺利举行 并保障毕业生及亲友的安全 香港电台的报道也指出 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礼取消 是由于举办大型活动的安全问题无法克服 校方曾经咨询多名外部安全顾问 包括反恐顾问 得出的结果是举办这样的大型活动变数太多 这一决定反映出 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 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 大型公共活动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战 综上所述 无论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军事冲突 还是在美国校园内的政治示威 都展现了当前全球政治动荡的一面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了国家之间的关系 也深刻影响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学生的教育经历 在这样的背景下 各方都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案 以保障人民的安全和权益 在国际舞台上 各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 不仅关乎外交礼仪 更是深层次政治意图和人文关怀的体现 最近 中法两国元首的一次特殊互赠 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根据香港电台的报道 在巴黎爱丽社公举行的会谈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互赠了 包括三支奥运火炬在内的礼物 习近平赠送给马克龙的是北京双奥火炬 而马克龙则以巴黎奥运火炬作为回礼 习近平表示 法国是体育强国 他衷心祝愿巴黎奥运会取得成功 并承诺中方将派出高水平代表团参赛 此外 习近平还提出了在奥运会期间 全球停火止战的倡议 显示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和负责任大国的中国 希望通过体育赛事促进世界和平的愿望 而在印度 随着2024年大选的临近 莫迪寻求人民院第三届任期授权的消息 吸引了广泛关注 根据半岛电视台中文网的报道 印度七阶段选举的第三阶段投票已经开始 这是莫迪政府面临的又一次重大考验 前两阶段的投票显示出选民投票率有所下降 这或许预示着这场选举将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莫迪的政策和领导风格 在国内外都有广泛的影响 这次选举的结果 无疑将对印度乃至整个南亚地区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中东地区 停火协议的达成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哈马斯官员已向其展示了埃及与卡塔尔停火提案的副本 并表示已同意该提案 这一提案旨在结束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 并释放双方被关押的俘虏 哈马斯的同意引发了加沙地带的庆祝活动 巴勒斯坦人希望这能结束长达近七个月的战争 然而 以色列的反应却不太热情 其继续强调要彻底击败哈马斯 这一复杂的协议包括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涉及到俘虏交换和军事行动的暂停 显示了解决冲突的艰难和复杂性 在这些报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国际体育赛事 国内选举 还是地区冲突的解决 背后都隐藏着复杂的政治动机和人文关怀 领导人之间的互动 国家之间的合作 以及对和平的追求 共同构成了当今世界 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图谱 每一次互赠 每一场选举 每一份停火协议的背后 都是对未来更美好世界的期待和努力 在一个世界 充满了紧张与冲突的角落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加沙战争 以及台湾与中国之间的海域争端 再加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法庭纠纷 构成了今日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三幕碑喜剧 每个故事都揭示了权力 主权与人性的复杂交织 让我们一探究竟 首先让我们转向中东 那里的紧张局势似乎永无止境 根据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哈马斯官员展示了埃及与卡塔尔停火提案的副本 表明哈马斯已同意该提案 此提案旨在结束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 并释放双方被关押的俘虏 此消息一出 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 希望这将结束长达近七个月的战争 但以色列的反应却不太热情 仍强调要彻底击败哈马斯 这场战争造成了至少34700人死亡 是一场毁灭性的冲突 展示了地区政治动荡的深层次原因 在东亚 台湾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同样令人担忧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中国海警船再次进入台湾金门周边的禁限制水域 引发了台湾海巡署的警告 这一事件是近期中国海警船 多次进入该区域的一部分 显示了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和潜在的冲突风险 台湾通过海警执法形式行使主权 试图避免事态升级 而专家认为这是对抗中国胁迫的最佳方式之一 另一方面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因违反禁言 令而再次被法官判定藐视法庭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这是特朗普纽约刑事案件审判中的最新进展 特朗普被指控伪造业务记录 以隐瞒向色情明星之父的封口费 法官严厉警告特朗普 如果他继续无视禁言令 可能会被监禁 这场法律纠纷 不仅展示了特朗普个人的法律挑战 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和政治的深层次分裂 这三个故事 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和背景下 却共同揭示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些普遍主题 权力的斗争 主权的争议 以及政治决策对人类生活的深远影响 无论是在加沙的战火中 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还是美国法庭的较量 我们都能看到冲突背后的人性光辉与黑暗 以及寻求和平与正义的不懈努力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